2015年10月10日 顺天村这家茶餐厅的门头 发生致命凶案 一名男子因为饮奶茶加糖的问题 同人发生嘔斗,事后死亡 一场拳头交导致一个壮男丧命 死因有可疑? 这是一只匙巾 这回事我认真是有的 一只奶茶会吃的匙巾 时间已经差不多六年 被网民称之为奶茶粟的死者 被裁定死于自然 为何呢?究竟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一早大概10点 58岁的死者黄文泉 在茶餐厅里面吃早餐 叫了杯奶茶 不过落堂的时候 他并没有用糖坑里面的公斤 反而是用除奶茶奉上那只匙巾 一斤 两斤 搅两搅 搅拌一下, 试试味 不够甜, 怎么算好呢? 他就把自己搅拌的匙巾 拆到公用糖坑里面 再多加一斤糖 当时乘搭桌上吃东西的梁先生 看他搅拌完又搅拌, 忍不住吵起来 这些都是熟客 是 对, 两个都是熟客 以你所知, 他们本身两位是认识的 不认识的 不认识的 太多客人了, 怎么会认识的 那也行 那也行 什么不行,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那也不行 那也不行 每个人都吃你口水尾 这么不卫生, 有没有那么缺德 就是这样的 你不满意吗? 就是这两张桌子附近的繁连发生 这两张桌子附近的繁连发生 这两张桌子的繁连发生 他可能会看到你这样做 都会立即有反应 那你都会立即出声 电缸火石而已 死者率先一枝箭地离开餐厅 事隔几分钟后, 梁先生都结婚了 不过他一出门就遇到襲击 根据梁先生的口供 他走了出门两三步 奶茶叔就冲进去 高举拳头, 大力打到他的头 他一边举起左手挡甲 一边退后 谁知脚踩到地上的边位 失了一点平衡 于是他顺势起脚 撑到奶茶叔肚腩那里 想推开他 由于力度不硬 奶茶叔还有时间 拔掉梁先生的鞋 然后再冲过去继续打他 梁先生说他尝试智慧还击 大家拳来脚枉之際 奶茶叔忽然跌在地上 不省人事 不要摧毁 有人运了, 召把车 然后都很负责地 给他一个电话便走 他有什么事你再联络他 以我所知的情况就是这样 梁先生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给茶餐厅老板就离开现场 至于奶茶叔 随即被送往联合医院 之后转送医来沙白医院 留院三个月后死亡 梁先生事后一度被控误杀 最终奶茶叔为什么不是被裁定 死于误杀 而是死于自然 身上耐人尋味 究竟奶茶叔是不合法被杀死 合法被杀死于意外 还是死于自然 一切疑团有乃一众法医 包括本案的专家证人 资深法医马酸立医生 去抽屎剝奸揭开谜底 看回奶茶叔送到医院的情况 送到联合医院的时候 他被发现有眉骨有乳伤 呼吸系统就出现衰竭 老部素描显示 老部蜘蛛网膜下腔出血 到底什么是蜘蛛网膜呢 蜘蛛网膜下腔出血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蜘蛛网膜下出血 很多病人都很快会昏迷 老一些细胞就一定要有很多氧气 任何情况少了氧气 就有些细胞会开始死 在脑干上特别危险 因为去控制我们的呼吸 死者很快已经昏迷 还有在现场已经有报道说是没有呼吸 根据病例记录 奶茶叔过去并没有脑病 变化相关病症 那为什么蜘蛛网膜下腔会出血呢 会不会是因为被人打成这样呢 奶茶叔之后被转到伊丽莎白医院 发现他头骨没有骨折 但是老部有水肿 素描显示 他后颈位置的左椎动物 有一个三毫米的血管瘤已经破裂 怀疑是导致蜘蛛网出血的主因 其后他的情况转差 在16年1月16日宣告死亡 现在他的死因关键是 什么导致血管瘤破裂 一个原因当然是撞击 被人打 第二方面就是因为他本身的血管 天生也好,后天也好 开始有些病变 令他有一个部分血管迫驳了 好像气球那样涨了出来 遲早有机会那颗气球就会爆 死者眉骨有瘤伤 会不会是他被人袭击之后 力度导致阻椎动物血管瘤破裂而死亡呢 如果是的话 奶茶叔就有机会是不合法地被杀 或者合法被杀了 他受伤的位置就是眼眉的… 第一,本身的伤不是很严重 第二,如果撞在这个位置 离开血管爆的位置很遥远 这条血管的特别是 它是穿着颈骨旁边的骨 上去脑底的 其实是被颈骨保护的 唯一没有颈骨包住的 只有在下巴向后一点点 很深的位置 所以如果受到袭击 力度能够令到他的血管瘤破裂 那颈骨都会被刺断或者撞歪 但死者呢,就并没有这些现象 聚查到这里 奶茶叔的死因最大可能是什么呢? 我的推论是 因为他身体没有其他伤 颈毛骨折,没有瘤伤 头骨本身很完整,脑本身也没有伤 不应该跟任何伤有关 应该是自己本身的血管瘤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很薄 一有血压再上升,就爆了 一种致命奇案,迷底就此揭开 今年8月,陪审团一致裁定 奶茶叔死于自然 虽然真相大白,不过为了芝麻小事 为了争一口气,断送宝贵的盛名 旁人都不禁轻叹一句 我心不太舒服 大家皆空皆利貌 我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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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酸